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前面咱刚刚学过Cookie技术 对不对 为了跟踪用户的变量 比如说实现我们登录的一些功能 对不对 Cookie都可以了 这几个我们再多学一个 Session Session相当于Cookie的一个升级版 对吧 升级版就看一下 它比Cookie的好处在哪里 对不对 Cookie是服务器端向客户的保存数据 对不对 你就得把客户端的一些资源让出来 让服务器去改 用户觉得这样 不好 怎么的 觉得这样很危险 万一改到我别的文件怎么办 万一把Cookie文件里填满了 占用系统资源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稍稍懂点技术的人 好多人习惯把Cookie给关掉 知道吧 其实这个是比较多余的 因为Cookie这种机制的确是有一些争议 对吧 但是随着微软和各个浏览器的大量的使用 对吧 内发现它有这方面的安全的隐患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大胆的使用 但是的确有一些网站的那些用户 可以利用Cookie的信息 收集用户的一些上网的一些行为 和盗用用户的一些信息 对吧 然后去卖钱 那你就会有可能接到一些什么骚扰电话 或者你的信息被别人盗用 会有这样的可能 对吧 所以好多人还是比较担心的 把Cookie给禁掉 对吧 Cookie一旦禁掉了 那服务器不能往客户家穿东西了 是不是Cookie记得就保湿了 对不对 就像比如说 假如说你办过一个健身的健身卡 对不对 那卡就相当于Cookie 你天天都揣着对不对 里边记录了你的会员信息 然后下次你去 只要一出示卡 就知道你是这的会员 其实跟登录员也是一样的 但是你哪天比如说想去没带卡来 对吧 对吧 是不是就用不了了 那Cookie就是咱们说的小卡片对不对 对 那赛神什么呢 是相对于Cookie的 Cookie是在客户端存东西 对 而赛神是在服务器端存东西 对吧 你就不怕那个卡 怎么的 会员卡 忘记带了对不对 只要去说你卡号就可以了 所以呢 赛神是相对于Cookie的 是将那些用户的信息存到哪去 存到服务器端 对吧 那存到服务器端也有缺点 务必他会怎么的 会占用服务器的资源 当然这也咱们是需要去解决的 比如说我们原来做的项目 那么挂三星的信息 就得三点服务器去处理 对吧 你想想用户量得多大 每个用户 参加服务器都保存信息 就保存用户的这些信息的东西 就得三点服务器 对吧 所以量也是很大的 而Cookie的好处呢是怎么的 可以分摊到怎么的 比如说有亿个用户对不对 对吧 每个用户在自己电脑存 就分担到一亿的用户里边去了 存信息 而三星如果有亿个用户 一亿用户都在扣去的 对吧 你在亿的文件里边去查询 去找 它肯定是效率会低一些 对不对 当然咱们会有像麦妹开始 或者分布式的一些解决方案 去处理这个 首先能说 Cookie这个东西 用户怎么办 觉得他不安全 或者不好 会把他关掉 这是浏览器提供的工作 对不对 这种浏览器怎么关闭Cookie 对吧 首先我们看一下 我们来访问一下 前边我前一节 和我们写的例子 lockhouse 里边indice.pp 好用户登录失败 没有登录对不对 然后我们跳轮登录一边 对不对 现在我们是可以登录的 你看比如说用idme 对吧 然后idme登录 对吧 是不是登录了 然后我们可以退出 是不是又回来了 对吧 如果我把cookie禁掉 比如说我们在工具里边 有个选项 选项 选项里边 你看 我们这块有什么 有隐私 也有安全 看到了吗 嗯 这块是安全是阻止什么什么东西 对不对 对吧 那在隐私里边 我们看一下 嗯 使用自定义的 是接路 你看接手来自站点的cookie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一选上 对吧 我们写确定 看到了吗 现在我浏览器就把 就不接手站点给我的cookie了 对不对 那我现在再登录一下 你看我用idme 对吧 密码我也用idme 然后登录 看一下 是不是你好 就回来了 就是登录信息 没有 是不是又跳回来了 对不对 证明我没登录成功 这就禁掉了 那iE怎么禁掉呢 看一下 iE浏览器 同样 假如我让它登录不了 在iE里边 是不是也有工具 简单的 等一下这页面加点慢 对不对 看一下 我也访问到刚才的那个里面 或者你访问任意一个网站都行 你禁掉的话 一般的都是登录不成功的 除非利用30的机制 也是可以的 比如说 这里边log login p p 看一下工具选项里边 有一个internet的选项 这是iE浏览器 然后这里边我们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 也是隐私这块 看到了吗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拉动文条 你看 第一这是阻止 对吧 第三方的cookie是不是这样 对吧 当然我们这个一般的默认的中性了 上面是阻止所有的不配 看到了吗 所以这权益是最高的 我们一般放在中间就可以了 但这不是最主要设计的 你看点高级这块 我们点替代方案 阻止 我们一确定 再一确定 对吧 我们现在这个 看一下 admin admin 登录一下 是不是也不可以 是不是也不可以 对不对 然后我们三分钟跳到这 对吧 所以这都是阻止cookie的方式 对不对 当然了 我为了避免麻烦 我先把这个 一会怕实验有 忘了 对忘记这个关掉了 对 隐私这块 然后高级这 我们接受 对吧 确定就可以了 然后再去那边 接受之后 我们再admin 登录一下 你看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这是阿姨火湖 有阻止的功能 大家去了解一下 那我们再看一下 他的真正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样的 那怎么用福去带你存储 用存储到什么位置 这些机制呢 咱们都会在这个课程里面 详细的说 对吧 那现在 假如说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办的会员卡 对吧 假如说你要用东西揣着 忘记带了 对不对 或者弄丢了 你再去是不是就不是会员了 对 但是你在那办过会员卡了 你这卡你可以怎么办 你不拿到家去 不在身上揣着 跟那个比如健身房 假如你办健身卡 对不对 一家人说好说 我这卡我怕弄丢 对吧 你给我保存着 我下次一来只要说我身上账号 或者你办那卡说那卡号 对吧 然后你就能到服务器上查到我的信息 就是我当时办卡的时候登记的那些信息 你就知道我是会员了 我就可以到这来健身了 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 塞身是用服务器端去存储的 明白这意思吧 明白 那他的工作原理什么呢 你想想 每个人假如到这都说是会员 好使吗 不好使对不对 所以呢 一定是商家给你一个卡号 要么你的电话 要么你的就是那个卡号 要么就你身份证号 对不对 因为行为是从不能 总之这个号码那是唯一的 对对不对 所以呢 咱们给客户团保存这个号码 这个唯一的号 如果用塞身机制的话 咱们叫做塞身ID 是一串序列 每个人登录的网站 这个塞身ID不会重复 比如说有一个任务登录我的网站 对不对 我会给他分配一个随机的 这个塞身ID 对 每个人有一个不会重复的 一样十分钟号码是能不重复的 对不对 那原理什么 那既然是向客户团保存 那客户团比如说 在哪记忆这个卡号 下次来得提供这个卡号 对 就是这个卡号 他第一次登录的时候 不分给他一个塞身ID 这次塞身ID 他怎么在客户团记录 对吧 那就得借助于库险 也就是这个用户第一次登录网站的时候 我再改变一些颜色 第一次登录网站的时候 对吧 这个网站会给他一个库险 让他保存到他给他一个塞身ID 保存到库险的文件里边 比如说塞身ID就叫做 ABCDEFG 当然等等等等一串了 对不对 那这是不是塞身ID 对吧 然后根据库险的原则 他在访问这个页面的时候 能不能把塞身ID带过来 是不可以 对吧 然后第一次访问网站的时候 他不仅给你一个塞身ID 还会在服务器段干嘛 创建一个文件 看到了吧 这个文件名和给你的塞身ID的名 是一样的 对吧 这样的话 比如这是ABCDEFG 这个用户那时候就是ABCDEFG等等等等吧 对吧 所以第一次访问的时候 给客户端的 在客户端里面保存一下塞身ID 一串数字 对不对 一串标志对不对 这给客户端的 然后我们在服务器段又怎么的 又建个文件 建一个文件 文件名和塞身ID是一样的 对吧 那当这个用户 访问的时候 访问当里面的时候干嘛 我们是不是也给他一个塞身ID 比如说这个塞身ID 保存的在这块 保存叫做哈喽ABC 等等等吧 等就随便叫个名 然后同时也在服务器段 建个用户的这个文件 那文件名叫什么 是不是跟他的塞身ID是一样的名的 叫做什么 哈喽比如说ABC... 我就随便起的一个名 对吧 那这样的话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用户 在访问的时候 用户在访问的时候 怎么的呢 他跑到 这块已经有这个东西了 对不对 然后他在这里边设置信息的时候 直到ID了 保存这个用户信息在这里保存 比如说这个用户名叫做 保存个用户名叫做Admin 对吧 这个用户保存用户名 是不是也在每个人登录了 在服务器段都有一个自己的文件 对 那这个里边保存一个用户名 比如说用户名叫做Mate 对吧 是不是也是在这里边创建保存到这里的 对 然后这是知道这个原则了吧 用户第一次访问的时候 给客户端一个30ID保存到Cookie里边 服务器建议跟30ID同名的文件 对吧 然后在PAP里边就可以往这个文件里边存这个用户的信息了 明白这意思吧 然后假如是这个用户 这个用户 在登录到这个页面的时候 第二个页面的时候 他能不能利用Cookie的机制 把自己的30ID带到这个页面来 可以吧 那这个页面拿到这个30ID了 是不是就能找到跟30ID同名的文件 那这里边就从这个文件里读出的信息 什么信息啊 是不是就这个用户的信息 你也有这个地方 那如果是这个用户 设置完之后对不对 他绑这个页面 这个用户能不能把他的30ID带过来 可以 那这里PAP文件里边 能不能再服务点找到这个30ID对用的文件 可以吧 也能找到这个文件里的内容 那这个文件内容就是这个用户的信息 能不能达到跟踪用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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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可以达到跟踪用户的目的 那有的可不说了吗 他也在Cookie 对啊 那是不是Cookie还可以关闭啊 那关闭的话 是不是客户呢 就保存不了这个30ID了 唯一的一个30ID了 对啊 是不是找不到了 那找不到怎么办呢 对啊 那客户端如果没有30ID 他就什么 假如说给我一个用户 对不对 他是关闭30ID了 对 假如说这个用户随便画个写的吧 嗯 对吧 这下车还挺好看 那假如说现在 是这个用户 对吧 这个用户 访问这块 你设置不上他的30ID 对不对 那他就保存不了30ID啊 那他这块也就是 服务器团也就见不了什么 见不了他的文件呢 嗯 那这用户也就登陆平衡网站呢 嗯 是不是这样的 没关系 怎么呢 塞神为你想到这个问题了 对不对 客户端为服务器 就是服务器 想往客户端设置内容 除了Cookie 还有一个地方 哦 没有这意思吧 有一地方用户是屏蔽不了的 什么地方呢 浏览器的地址栏 在RTV鞋的UR上 真的吧 所以呢 这是咱们后边重点讲的内容 现在能不多说 你记着 如果关闭Cookie的话 咱们是可以实现 将它保存30ID的 就是在地址栏里保存 他同样这会儿 可以在地址栏保存一个 不是在Cookie里吧 因为Cookie 假如这用户已经关闭掉了 那同样可以保存 地址栏信息呢 同样用盖的方法 可以提交给服务器 服务器同样的掌握性能界 明白这意思吗 这就是塞神的工作 其实 现在了解 塞神是将数据是不是提到 存到服务器的呢 存到服务器的 那如果有1亿个用户 同时在下的话 那我服务器的是不是 有1亿个塞神文件呢 对不对 每个塞神文件是不是都是唯一的 对 和塞神ID是对应的 对 而1亿个用户的客户 只存一个字幕串 就是塞神ID 对吧 因为只存一个字幕串 量不大 所以地址栏可以存 Cookie里可以存 对吧 当然最好的方法是 Cookie的存的方式 咱可以做一个机制 如果Cookie不让存 我再往地址来写 如果让存的话 就直接存到Cookie里边 这样的功能 咱们是可以实现的 好吧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说一下这个塞神的原理 对吧 好 那具体的塞神的操作 我们在其他几课 我们再想一想大家介绍 好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我们就到这里 再见 拜拜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员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蝶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 好 不 很难 这个 体温蜡 公众 都不在 这个 好